他刚取得资料是从什么entries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是用预设值 那他除了取得资料之外他还需要一个外观的范本 不过呢这个都用预设的所以我今天要改变那个spinner的那个颜色是不行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在后面这个画面里面 就是说我的资料来源 我如果用什么array adapter 然后这边有这个adapter的话 create a front resource这个方法的话就可以怎么样去变更什么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你的 画面控制器由谁控制其实就是c的 然后你的资料在哪里就是m 然后你的画面是由谁决定他的版型是v 所以有没有mvc这就是一个架构 那不过呢如果能预设的话 他的v没办法决定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v要来自己决定的话必须什么 建一个array adapter 这个是必要的 如果你不这样建的话 颜色没办法变更 那你要颜色怎样变更 第1个 就是说在 刚刚的那个 entries里面呢 你就可以不是用选的 你就是把这个entries再清空一下 这里面的entries有没有 这个地方先把它清空 可以把它 不要了 ok 然后呢第1个 我们资料不是从entries来的 那第2个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从城市里面去取得 这边的话建一个array adapter 不过特别注意也要贿赂一个array adapter 然后这地方的话 如果你没有贿赂的话 一样他会显示错误嘛 那你直接贿赂 他自动会帮你贿赂进来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什么泛型物件 你可以加一个stream 或给个问号 让他自己去判断 那后面的话呢 特别注意 其实非常的array adapter点下去 其实就一个方法会跳出来 create a front resource 你就按个enter 不过按enter之前 有些你也许 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使用的话 慢慢你要习惯了 上面都有说明 你看说明就知道了 第1个context context大部分就是 指的就是说你画面现在由谁控制 其实由谁控制呢 就是由这个activity 有没有就是main activity 由他去做控制 所以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现在是main activity.list就可以了 然后第2个是 你的什么呢 你的 就是test resource ID 指的就是说你的资料 资料放在哪里呢 那你要告诉他说我放在那个 stream里面 他放进去他变成一个ID 你就给他那个ID就可以了 第3个是什么呢 第3个是testview的resource ID 那如果说呢 你 不知道你没有那个ID的话 那你就先用预设的 所以 做法上面第1个 你就先 这边直接点2下也可以 然后他问你说 你的concent是谁啊 那你可以打几个 main activity 点列子也可以 就是指的是这个activity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打法 我比较 偷懒 有时候我就